魏波走之前笑眼 传言阿良在找一把剑 一把配得上他实力的剑 陈平安清清楚楚记得 初次见面于铁服江边 有人一手持斗笠 一手轻拍竹刀饼 很有吹牛皮嫌疑的说了一句 说暂时找不到配得上我的剑 用来羞辱天下用刀之人 魏波又说 有人说他是十三境巅峰的剑修 当时与大妖之战算不得最好 只是他用惯了 一直舍不得换 粉碎之后 他自然需要更换一把更好的剑 是的 若是能够找到一把 让阿良都觉得衬手的兵器 甚至是找到某把剑 能够帮助主人提升一个境界的战力 一个就够了 就只需要增长一个境界 那么他就是十四境巅峰的战力 作为一名剑修 到时候说不定面对三教祖师爷 道祖佛祖 至圣先师 也可以战 无法想象 找到那把剑之后 那个时候的阿良会是怎样的阿良 魏波说完 最后这句话就走了 充满了期待和仰慕 如小山包 仰视一座威鹅大月 走入过文圣老爷的那幅山水画卷 陈平安递出过那一间 陈平安现在才知道阿良舍弃了什么 那天雨夜跟阿良一起走下山 你拿走了我一样以为是囊中之物的东西 你要是以后没本事 在那里刻下两三个字 看我不削你 陈平安当时没想明白 这些被斗篱汉子云淡风轻说出口的话语意味着什么 因为阿良说得无比轻巧 所以少年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分量 少年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把剑到底有多好 根本不知道阿良当时到底有多强 如果在离别之前被陈平安早早知道这些 那他在阿良走前一定会先去问问那位剑灵化身的神仙姐姐 问他可不可以换一位主人 那个男人叫阿良是一名剑客 人很好 阿良不说少年不知道 阿良走了少年才知道 这样的阿良多傻呀 他凭什么骂自己是烂好人呢 陈平安愣愣出神很长时间 才站起身来走向竹楼 轻衣小童小声问 老爷 你没事吧 被魏伯说的故事给吓住了 真不用怕那些 什么倒悬山剑去长城 什么阿良啊大妖剑仙呢 跟咱们离着一百个一千个十万八千里呢 偏塌起来都不怕 儒家圣人们可不是嘴皮子功夫厉害而已 打架本事也不乍的 再说了 那个名字稀奇古怪的剑客 再厉害 跟咱们半个童权关系都没有 这种人一定是三头六臂凶声恶煞 剑神杀神 剑仙斩仙 哪怕有机会跟这种见面 我也不要见 太可怕了 估计随便打个喷嚏 就能一口刚风吹得我行小鼓励吧 陈平安拍了拍叙叙叨叨 轻衣小童的脑袋笑道 我没事 他来到二楼 握住那柄怀目剑 走到眼下狼道 向着天目穷顶高高举起 在心中说了两句话 我是一名剑客 就这么说定了 陈平安虽然长生巧已断 暂时肯定是无法修行 但是江湖上多的是剑客 更有号称剑术通神的大宗师 就是对上半山倒海的练气士 一样可以掰掰手腕 世间的纯粹武夫 最潇洒飘逸的永远是剑客 实力身份容貌气度 都相当的两名武道高手 一个用拳一个用剑 总归是后者更讨喜 用拳头 要么拳拳倒肉 打得对手劈开肉战 甚至是直接一拳 打得别人头颅爆裂 肚长开花 哪比得上用剑呢 由来万夫勇 写此生雄风 孝尽一杯酒 杀人都市中 剑术已成军把趣 有蛟龙处斩蛟龙 潇洒不潇洒 风流不风流 当然啊 就连陈平安这般 无趣古板的人 听到崔东山在大崖大水之盼 吟诵此诗都忍不住心神望之 之前陈平安练拳 好歹还有一部汉山谱 哪怕您姑娘看不上 他总归给陈平安指明了一条习武道路 那么练剑 也该有剑精之类的东西吧 要不然陈平安觉得 就自己这点天赋悟性 估计练到天荒地老 都没练出什么花头来 这让陈平安有些发愁 竹楼外 有人远远走来 手持竹杖腰弦陶服 他高声喊道 陈平安 在二楼发愁的陈平安 转头望去大声回复 李大哥 你怎么来了 陈平安一路飞奔下楼 李希胜带着算是半个弟子的 少年催刺 特意登上落魄山 寻访山主陈平安 李希胜摘起了腰间的陶服 开门见山地说 我有可能要离开小镇 所以赶紧过来 送你一样东西 省得到时候匆匆忙忙 话都说不清楚 陈平安没伸手去接 倒不是担心眼前男子包藏祸心 而是习惯了无功不受禄 实在是没有白拿东西的脸皮 李希胜说 我弟弟李宝珍 你知道吧 陈平安点了点头 李希胜说 朱禄在枕头翼 试图行凶一事 使他暗中指使 他当然是错的 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阻止 李宝珍从小就是不愿意认错的人 但是没办法 他是宝平二哥 我是他大哥 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既然他做错了事情 又不愿意悔改 就只好我来代为弥补 李希胜看到依旧沉默的有黑少年 他笑道 你放心 就是论事 这块陶服只跟刺杀一事有关 之后我离开小镇 你要自己小心李宝珍 如果是你稳稳占据上风 陈平安 我恳请你能够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 给他洗心革面的机会 一次 就一次 当然 若是势均力敌 你死我亡的险峻行事 你不用手下留情 万事以自保为上 陈平安仔细思考片刻 缓缓地说 好的 李希胜递出陶服 笑容温暖 既然如此 就安心收下 小东西而已 不值一提 李大哥 你不用送我东西 而且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陈平安摆了摆手 能让李大哥赶这么远的路 专程送来的东西 肯定很珍贵 而且 说到这儿 陈平安就不再多说什么 事实上 阿良曾经提过一嘴 说离珠洞天真正的大机缘 还留在福禄街的陶夜巷 直觉告诉陈平安 可能跟李希胜这块陶服有关 李希胜见到少年 异常坚持他犹豫了一下 能否单独聊聊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